大家好 我是超哥 咱们看一个美机的老款 这个板子已经是20年前的产品了 这是它的模块板 咱们翻过来看一下它的模块 模块很大 比咱们那个2匹的模块还要大 2比3匹的模块还要大 那么这个板现在抱的是P0故障 就是模块保护 现在我们给它上电 好 现在已经上电了 好 主机烟气已经熄合了 咱们看一下检测液 这个通讯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没有之前那种机子的快 咱们要稍等一下 咱们看一下它的通讯已经正常了 因为这个主板我现在没有插这个压缩机 没有插压缩机 现在我们直接开机制了 咱们停一下 机键器已经工作了 现在你看直接抱了一个P0 模块过来保护 像这种像这种主板啊 没有图纸的啊 我们就要去跑这个电路 咱们现在对这个分析一下啊 模块保护 那么直接插的就是一个F5角 先插F5角 然后再去把它的六路 三路自己去测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模块板的一个结构啊 这个主板上是没有开关点按的 开关点按在这个模块板上啊 这边的话总共是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总共是七个光偶 那么这七个光偶 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光偶是不一样的 这个光偶这有一个斜面 看见没 有一个斜面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个斜面是在一个方向的 这是六路驱动啊 是它的六路驱动 那么剩下一个光偶 这个光偶的斜面是在这边的 这个光偶就是模块保护啊 F5的保护 它利用光偶进行一个隔离作用啊 咱们现在是六路驱动啊 这边有三个 有六个 六三百九十欧的电阻 咱们去可以测一测啊 那么这个K1电源输出的有几度电压 它总共有四路电压啊 你看一路两路三路四路 四个滤波电热器啊 那么这三个是三路自觉啊 是三路自觉 然后剩下这一个是给模块供电的 还有这个给7805供电 然后7805输出5V电压 给CPU供电啊 它的一个逻辑就是这样 像这种主板你要去找图纸 根本就没有啊 别想着去看图纸 所以说咱们之前讲的那些基础的 新的东西啊 你要学会的 那么分析这个电路就轻而易举 很容易啊 嗯 咱们先测一下什么 测一下它的15V供电啊 看它的供电是否正常啊 我把这个镜头往上拉一点 我把表放在这边啊 大家能看得清楚就行啊 我们先测一下啊 它的这个15V的供电啊 好16你看这是三个三个啊 都是一样的啊 好15.9 好15.9 好15 好15 这个也是15.9 16啊 这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模块嘛 这毕竟是爆了P0故障的啊 那么6个ATP7 里面的隔离耳机管 有没有损坏的迹象 这个咱们都需要去测一下啊 我现在给这个主板先 弹个电啊 弹个电咱们测一下 这个600ATP7 去判断一下这个模块是否好的啊 这个模块是没有CIC9的啊 咱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模块的资料 通过资料我们去进行一个维修啊 好咱们先测一下 测一下 游W3向对地的这个DN你看 这个2.2 这三个啊 平衡的对吧 这个不像那个家用机那个模块啊 它输出的大概是15V啊 不差压速机就是15V 这个你看就是2.5V的电压 三个是平衡的 从这三个平衡 那么说明三无字取是平衡的 咱就不用去测了啊 这个百分之百 对到吧 是百分之百的啊 查这个模块的型号 查它的参数啊 那么这个上面会有标注的一个F5角 那么F5角找到哪 是这个模块的G15角啊 那么送腾摸瓜 就是这个模块啊 没错 那么我把这一块的电路也大概换了出来啊 换了出来 我们现在上电可以测一下F5的电压是多少幅啊 现在咱们给它上电 咱们有学会去跑电路啊 其实跑电路没有 咱们跑的是一个单元的一个小电路 那么去跑这个很容易啊 我们测一下这个F5的供电 你看F5供电3.4V啊 这个它是由两个电子分压得到的一个电压啊 这个我也算过 这个就是3.4V的电压 这个是正常的啊 那么F5之前讲过F5是CPU判断模块最关键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角 那么挖这个电路啊 大概也画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电路 把这个镜头往下拉一点 咱们可以仔细看一下我画的这个电路啊 那么VCC15部供电 你看15部供电过来之后 加到光偶的一角 然后光偶出来之后 通过一个限流电阻 然后加到了F5角 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F5角是一个高电瓶 所以说这个光偶是不工作的 那么当这个F5变成低电瓶这个光偶工作 咱们看一下CPU检测的这个两个电子分压 检测的电压会通过三四级短路到D 那么CPU就监测到了一个低电片型号 刚才我们测这个点的电是3.4V啊 因为两个电子分压得到D 就是3.4V 那么这个主板一开机 就爆了一个P0故障啊 也是它一个硬件的一个故障 那我们现在怎么去判定 是哪里的问题 能不能让模块工作 因为据刚才我们测量模块的三个IGPC都正常 我们可以这样去测试它 不要去插压缩机 知道不要去插压缩机 其他的模块比如说 咱们隔离的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测试啊 我们把这个F5这个电子给它剪断 把保护给它去掉 不让它保护 因为这个点的电压 我们用完表是测不出来的 用试播器可以看得到啊 我们把这个电阻给它剪断 剪断 我们再开机 那它不会再爆FO了啊 不会再爆什么P0故障 那么咱们看频率能否出现啊 咱们可以这样去测试一下啊 咱们现在直接把这个电阻给它干断啊 把保护去掉 等一下哦 这个电子我已经剪断了 不要插压缩机啊 插压缩机会出问题的啊 现在给主板上电啊 好 主机烟气吸盒 现在我们要打开检测一下 咱们看一下频率会不会出现啊 稍等一下 看一下哦 通讯现在已经正常了 咱们直接开机制动了 看这个频率能否出现 你看 频率出现了没有 压缩机的频率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说 CPU已经输出了流露驱动引擎 那么这种问题 毛块损坏 直接更换毛块就能修复啊 所以说咱们维修过程中 只要咱们去仔细去判断故障 那么肯定是没问题的 哎 记住一点哦 要断开F5角去测试的话 压缩机不要插 而且要将灯泡打到维修档啊 打到维修档万一有问题啊 那么灯泡可以起个二次的保护作用 这个毛块已经更换了一个啊 这是三菱带有毛块 这个电阻我已经焊好了啊 然后把这个板子清洗了一下 咱们现在上电直接实际 现在带着压缩机啊 咱们看能不能其中啊 看咱们的判断是否是对的啊 好主件器已经细合啊 好现在已经开机了啊 咱们看一下频率三十四十七啊 五十二 压缩机正常启动啊 三个灯泡都亮 那么这个主板又完美修复了啊 好主板 好主板